上個禮拜的相關的內容 我有把它PO在Moodle裡面 所以你們理論上應該可以看到 或者是你在論壇裡面也有 就是可以看到連結 理論上如果你有加入 應該也會收到mail 那裡面的話當然會有一個連結 那上個星期的部分的話 我們有幾個重點 包含就是說第一個 講了有關期末爬蟲的作業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假如你還有什麼樣的問題 趕快再提出來 那其他的話還有就是說 如何做繪圖 那繪圖部分的話 我們前面已經利用那個VBA的部分 做了幾個圖形 比較基本的像那個直條圖 或者圓形圖 或者是折線圖 那當然如果你假設 你想要再用其他的圖形 其實方法也雷同 你會發現 錄製下來的話頂多 基本的就是那兩行 就是用一個所謂的 add chart tool 然後頂多是說我們在錄製的程式裡面 跟他講說將來這個圖形是放在哪一個坐標 還有他的寬跟高 OK 那其他的話呢 我們有一個匯率下載 那下載的方法其實有一個範本 我想將來你們就可以利用這個範本去做延伸 然後再來的話有個解決有關日期的正規的問題 因為其實將來如果像做折線圖 假設你的第一個欄位不是日期的話 或者即便是日期 但是那個格式內容 他看不懂的話 那可能會另外再幫你增加一個編號 那會發生很奇怪 所以結果一定會有問題 那我們就基本上把那個日期格式給修正 那修正的方法當然你可以 以幾個部分 如果是用那個eSale裡面的函數的話 當然我們前面也用到 像是如果你要做一個正規的一個日期格式 那在eSale裡面 他會有個叫dates函數 dates函數 那dates函數的話 那後面就是加上year 然後month day 三個函數呢 他就可以格式化成一個標準日期 OK 那當然呢 你可以再用選擇性貼上只有值 或者是說你可以寫VBA 那VBA其實程式也只有一個回圈加一個敘述 那這個敘述的話呢 基本上就是串接 中間加上 加什麼 加那個斜線就可以了 年月日你把它分開來 然後年月日只要中間加斜線 那他就會幫你轉換成標準日期格式 OK 所以這個大概有一些特性 請各位還是要熟悉一下 那如果你給他一個標準日期格式 那你畫折線圖就不會有問題 OK 那其他的話還有就是說 我們要產生折線圖的話 其實可以用錄製啦 錄製那個聚期 那錄下來的話基本上 主要就是那兩行程式 那我們其實再加上坐標 再加上寬跟高 那其實就可以把那個 我們要放的圖就放在指定的位置上面了 不管是折線圖也好 或者是其他圖形也好 都有同樣的方式啦 那當然呢 我們基本上畫圖 也當然不是那麼簡單 就畫一個 兩個這樣 如果我今天希望 因為有匯率總共有10個欄位 那我如果今天希望10個欄位幫我畫 10個圖形出來的話 那當然 我們要思考說 那我如果錄製一個美元的聚期 那如果對應到下一個是人民幣的聚期 那找出他們兩者之間 有沒有什麼樣的差異 那把那兩個差異 比如說裡面大概幾個差異吧 那你把那個差異找出來之後 然後呢 寫成那個變數的話 那基本上呢 再配合回圈 就可以把全部的那個 就是圖形給繪製出來 所以後來我們是利用這個方式 把那個全部的這個折線圖給繪製出來 OK 那這個是上個禮拜講 那今天的話也許我們延伸 這個另外的部分 那我剛講的 這個程式也在雲端白板上面 你們可以參考一下 然後大概run一下吧 基本上就是什麼 這個匯率下載先把舊資料刪掉 重新再到那個網路上去抓 OK 那你會發現他會顯示資料 OK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 繪製一個美元的 繪製一個人民幣的 然後呢 把這個圖刪掉 然後繪製全部的 OK 那你會按全部就繪製了 第一個就是美元 人民幣 歐元 然後 美元對日元等等的 這些總共10個欄位 那就剛好10個圖 他這個地方 大概就上個禮拜的部分 所以上個禮拜呢 我們主要是把這個 這個五個按鈕的程式寫出來 至於那個相關的程式嘛 這個雲端白板上面也有 你們可以參考一下 如果有一些細節不太清楚的部分 那今天的話呢 我們要延伸 延伸另外一個 就是上個禮拜是CSV啦 那這個禮拜的話 因為就有同學問到說 老師這個資料有點少 為什麼 因為他這個資料只有從11月1號 一直到12月的24 那當然歷史資料來看喔 可以分析 最近兩個月啦 11月跟12月的匯率狀況 但是呢 如果我今天希望喔 可不可以幫我多抓一點 比如說我今天希望一整年的 從那個年初到現在年尾 全部的匯率呢 通通幫我抓下來的話 那我要怎麼去抓這個資料 那首先當然我們可以看到啦 如果你是抓那個 這個開放資料裡面的話 他其實有一個固定的範圍 他好像抓就是兩個月的資料 OK 而且他一段時間會更新 那你會發現喔 其實我後來發現 閱讀了一下 他裡面好像 就有講到說 其實他這個資料呢 是從這邊而來的 你可以找到這個 底下有一個說明喔 他裡面有人在提 他說他就有人發分喔 希望能取得三年以上的資料 OK 那當然因為裡面只有兩個月 所以他提供了一個 不過他這邊就是一個連結啦 那這個連結喔我們直接連結過去看一下 那你會發現就是這個網站 後來我找了一下喔 其實這個網站裡面喔有一個 我看一下裡面是有一個 每日外幣的那個匯率參考查詢 那實際上我發現喔 他就是從這邊喔來的 那這個每日喔有沒有 每日外匯參考匯率查詢喔 他點進去之後的話 那從哪裡 從那個這個祈交所喔 交易資訊的第幾個 第四個吧喔 OK 那裡面的話呢 你把它點進去啦 你會發現喔 這個地方的話呢 就會有一個 每日的那個什麼呢 欸 外匯參考匯率查詢 然後呢喔 他提供了一個什麼呢 起氣的 你會發現喔 他這個起氣的話 預設剛好就是我們下載的資料 預設的 但是喔 我們如果要變更日期範圍 比如說我要取得一整年的話 那其實喔 也很簡單啦 比如說我要取得 今年的匯率的話 那我只要把什麼 把上面這個起的日期有沒有 當然有幾個方法 點這邊也可以啦 你可以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1月份 1月1號有沒有 或者你直接去修改這邊的文字 也OK 那你會發現底下的資料喔 其實呢 預設的狀態喔 就跟我們下載那個CSV一模一樣 但是如果你按送出的話 他這邊就會有一個不一樣的變化 你會發現他從 這個 1月的4號開始 1月1 1號 2號 3號為什麼沒有啊 其實因為沒有開盤嘛 因為休假 連假嘛 所以沒有這個資料啦 所以你會發現呢 他可以再幫我把 1月4號以後 一直到應該到 這個12月的27號的資料 全部幫我列在這邊了 所以呢 如果我想要抓取他的話 那當然喔 以前的做法 但如果你沒有更好的方法 你就是啊 用土髮煉鋼嘛 什麼 選取 然後複製 貼到ESEL 可是當然喔 我們現在上 上這個課程喔 主要是希望喔 你不要土髮煉鋼 可是你不要土髮煉鋼的話 會有個問題 你要怎麼抓 好嗎 那特別注意喔 其實這邊呢 各位有沒有發現喔 他跟那個大樂透的那個 那個什麼 樂透採的那個 大樂透那個網站不太一樣 大樂透那個網站喔 如果你執行 好像你點選連結的時候 你會發現喔 上面的連結喔 它上面這個地方會變動 也就是我們其實可以下一些參數 可以直接在這邊 比如說大樂透那個資料 假設我要把那個範圍變更的話 其實可以怎麼樣 可以從上面的網址去做變更 其實你會發現那個 網址上面其實會有一些參數 是看得到 而且可以修改 那你現在看到的情況是什麼 你按下送出 但是他有參數 可是問題上面看不到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喔 那跟各位講一下喔 其實如果你要傳遞那個相關的參數 特別是喔 那這個像這種網站喔 基本上就有兩種形態 一種的話是看得到的 看得到的話呢 基本上我們稱它叫GET GET啦 GET啦 那如果說呢 看不到的話 那其實它另外一種形式叫POST 那這兩者之間有什麼差別喔 其實主要差別就是 它的參數 一個是大大方方的放在上面 你也可以修改 那另外一種是POST POST有一點是喔 我把它裝在信封裡面 我不要讓你看到 有一點是喔 我就是做了一些保護措施 我不讓你知道 但是呢 我有沒有可能知道說 這個參數喔 怎麼怎麼傳遞呢 當然其實也可以啦 只是這個難度會 相較之下比較高喔 等一下的話我會跟各位講喔 如果你遇到什麼呢 假如說你下了一個參數 上面卻看不到 這個 有像那個大樂透那個狀況 你沒辦法修改的話 該怎麼辦 那這個地方的話喔 可能你要注意一下 這個難度就會又增加很多 不過以後一定也會遇到啦 當然如果你不會的話 也是可以把資料抓下來 就突發鋰鋼嘛 可是如果你資料量大的話 哇 那你恐怕突發鋰鋼真的不是好方法 而且喔 你如果每天希望他自動去更新 你不用人工去去更新的話 那這個地方當然學爬蟲是有必要性的 OK 尤其像現在金融相關的資料喔 更新的速度快啦 第二的話 他的資料非常龐大 那理論上就沒有 沒辦法用那個人工的方式完成 所以呢 要怎麼樣去抓就知道 第一個你們可能要慢慢熟悉喔 今天按右鍵有個檢查 那其實機關就藏在這裡 OK 那你可以看到喔 他基本上呢 就是利用這裡面有個FORM 表單的部分去傳遞 所以你只要看到有類似像這種東西 這個就是表單 然後在那個程式裡面喔 HTML裡面 他就叫FORM 這個FORMID 他名稱叫這個啦 不過這個其實如果你不知道也沒關係 那跟各位講 最重要的東西在哪裡 特別是喔 如果說你想要知道說 他如何傳遞 他背後的參數的話 那你可能要怎麼樣 把原來的 這可能有點 可能要找一下 慢慢熟悉一下 這個環境 因為如果你要把爬蟲 慢慢在向上提升的話 恐怕慢慢要熟悉一下 按右鍵檢查 然後呢 可能要從這個ELEMENTS 切到這個所謂的Network 網路的部分 那我們要觀察一下什麼 你背後喔 比如說你有傳一些東西 但是你躲起來沒關係 我還可以把它找出來 那所以我可以把它切到那個Network 那接下來的話呢 你就可以再重新按下一個送出 因為我們可以這樣吧 就是Network其實就是說 你現在網路運行的狀態 那我可以先把這邊做一個CLEAR CLEAR的話就是有點像一個 靜止的符號有沒有 圈圈然後一槓 OK把它清掉 裡面讓它保持空的 那再來的話呢 我可以按一下送出喔 如果按一下送出 你會發現喔 底下喔 只要有一個網路在做任何的流量的時候呢 它底下的東西會變更 那如果你要把它清掉 你可以再把它清除 它又重新再來 那我再按送出 你會發現它又 那意思是什麼呢 你剛剛做任何動作 只要是你跟主機的相關通訊 它就會跑這些檔案 也就是這些檔案其實是 你跟那個主機上面的溝通結果 那其中的話呢 會有一個第一個 其實這個就是溝通的主要文件 就這個 名稱其實在這邊也有 那裡面特別注意喔 那我假設我想知道 到底它傳遞什麼參數的話 點它之後的話 你可以選這邊 旁邊有個叫Headers 或者叫Payload 那其實它會躲在哪裡 其實基本上相關的參數會 要不躲在Headers 要不就是躲在Payload 你可以看到 它這個時候呢 其實它的那個 參數實際上呢 就是躲在這裡 叫Payload裡面 那我們只要把Payload裡面 這個名稱 跟這個名稱抓出來 然後呢 放在我們程式裡面 基本上 就可以 做到 爬蟲的動作 OK 請各位先熟悉一下 待會再 把那個 完整的過程 再跟各位說一下 你們先試試看 連到 送你回歸 特別說 是在每日 這個外幣匯率 這底下 你可以從這個底下 或者底下 它好像也有一個 這邊也有一個連結 在這裡 OK 或者在這邊 叫做TripleW 這個有個網址 然後呢 連進來之後的話 它是在這個交易資訊裡面的 每日外幣參考匯率查詢 這個連結 如果你還找不到的話 其實我好像有把這個連結抓下來 在哪裡 在這個底下 在這裡 如果你找不到 你也可以點這裡 在雲端白板上面的第六頁 你把它點齊 這邊也有 OK 你們試試看 按右鍵 檢查一下 然後呢 你可以看到 這邊有一個什麼 叫Network 它有時候會躲起來 如果你寬度不夠的話 它會躲起來 OK 比如說你這邊不夠寬 對不對 它會躲在這裡 Network 然後記得呢 就是按送出 它會跑 然後你可以看一下 在這邊有一個 我們的程式 其實就是這個文件程式 然後呢 裡面會躲一個叫Payload的一個 參數在裡面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